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開始講這個 生命的意義的追群 是這門課的這個名稱 那我為什麼要開這門課 背後上是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是我們認為生命是有意義的 其實你修過很多的東西 那東西是有意義的 我舉個例子好了 為什麼要讀物理 為了考試 YES 這更重要的 其實物理的意義 是讓你回到最基本的道理 一個寫物理的人 他會問一些很基本的道理 為什麼要學化學 化學是個快樂的學科 因為Chemistry Chemistry 這個字本身就是快樂的意思 OK 所以不是說化學可以製造快樂完 讓我們快樂 我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化學本身就是很快樂 OK 所以Chemistry這個字 它背後的意思就是 就是Joyful 就是快樂的意思 OK 其實很多事情是有意義的 不過很可惜 在我們整個受教育的過程中 我們很少告訴你意義是什麼 而這門課的話 喜歡去探討一些人生很基本的問題 它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談幾個意義 大學的意義 還有人際關係的意義 大學社團的意義 還有呢 大學生生活面面觀 大學為什麼要讀書館 讀書館設立的意義 還有呢 我想討論一個很重要的 大學生的引誘跟危險 有沒有人知道目前大學最大的危險是什麼 在你的生活上最大的危險是什麼 吃太油 不是 OK 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 喔 交通安全 台北應該是還算是可以 OK 還沒有比較更危險的 時間控管 時間控管 這是蠻危險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進來不會使用時間 我跟你講還有更危險的 行為控管 蛤 行為控管 行為控管 欸 你是不是可以再多說我一點 是的 是行為控管 比如說可能上大學沒有管理 就開始在室課 一天到晚打電子 打什麼電動之類 喔 打什麼電動之類 OK 謝謝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然後或是說就是 其實課是 就是想 不想修修修課之類的 OK OK 不想修修修課 還有沒有 我講的行為的適當 其實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目前的大學生最大的危險是 性誘惑非常嚴重 Sex OK 性誘惑 高度的嚴重 我要告訴各位的 其實不是網路的問題 不是網路的問題 OK 也不是睡眠不夠的問題 也不是上了課系 是你不喜歡的問題 也不是外面的交通是困難的 NO 也不是說室友一天大晚都不睡覺 OK 這些可能都是問題 OK 多少人在跟一進去宿舍的時候 就跟室友簽那個寢室公約的 你們這邊有沒有這種人 你 很好 你們幾個人一間 四個人一間 然後一開始就講說我們有個寢室公約對不對 對啊 我一進房我們就討論了 那非常好 非常好 然後呢 晚上幾點睡覺 沒有我們就說 我們就問說你幾點睡你幾點睡你幾點睡 然後就有一個說他12點左右睡覺 喔 是 對 然後我們三個就說好 你只要你睡覺我們三個就關著 就是大燈關掉 然後就是我們自己用自己的小燈 OK 這滿重要的 這滿重要的 你們剛剛有沒有聽清楚 這個是滿重要的 就是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人有寢室公約的 Yes 講電話要去外面講 喔 講電話要去外面講 因為我不是是 我今天本來是 我生的公約去了 然後12點左右 我覺得是十分 OK 因為每個人都沒有記得 就是書桌要表記起來 是是是 是是 OK 我覺得非常好 我還記得你們如果住在學校裡面 或住在外面 跟同學們住一起的話 最好要有個寢室公約 一開始就先講清楚 一開始就先講清楚 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有很多的男生宿舍是 女孩子可以在裡面過夜的 OK 我有你可能聽說過 女生宿舍我比較不了解 因為我沒有去過 OK 那我們實際上就在 女生宿舍的教室裡面上課 但是我告訴各位 這幾年來 特別是這三四年來 最嚴重的大學生的問題是 性的氾濫 是性的氾濫 是性的氾濫 但是我跟 我要告訴各位 性是有它的意義的 所以我這門課裡面 我比較想講意義 金錢的意義 為什麼我們要有金錢 工作的意義 為什麼我們要有工作 愛情的意義 為什麼我們愛情 結婚的意義 為什麼要有結婚 包括將來 為什麼要有孩子 你們知道為什麼 父母親喜歡要有孩子 父母親為什麼要有孩子 無聊 不孝為 不孝有三無厚為大 但是現在父母親很少靠孩子 對不對 就是說將來說 你還要幫我護航租 你很少少 非常非常少 有說父母親有這種看法 如果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還要有孩子 孩子好可愛喔 好好玩 我大概三歲以前 OK 為什麼 尋找重心 蛤 尋找重心 尋找重心 父母親沒有孩子 他就實習重心 我對 很謝謝你這種答案 這個答案實在是蠻特別的 讓我重新思考一下 OK 是我沒有想過的 Yes 如果老人要養養養人 就是 例如他去住院要人幫助嗎 沒有沒有 現在幫助一般都是 都是揮庸跟那個 跟那個 跟那個 OK 他是應該比較像自己的孩子來幫忙 自己孩子來幫忙 不過自己孩子很難盡 一般都在國外 不然的話就在很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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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有 當然父母親希望孩子可以 其實很多父母親在生病的時候 反而不太 希望孩子會來看他 特別當他在很難過 很難過的時候 當然一旁邊他也希望 一旁邊他有時候又不太希望 Yes Yes 我覺得那個就延續自己的 什麼就可能有一次我自己做不到 他會希望自己小孩做 然後你希望小孩有什麼成就可以 就是帶給他一些 我剛才告訴各位 現在的父母親很少這種想法 他說我一生裡面哪裡沒有做到 希望我的孩子來繼續 來完成我的沒有做到的 我給你現在的父母親很少 很少很少 我告訴各位一個想法 你們可以想想看 愛本身就需要有個分享的對象 愛的本身就很希望能夠有個分享的對象 其實不是說我們有孩子 就是我生病的時候他來看我 我老的時候他來推我 我生活不夠他來給我幫我付錢 還有呢 如果沒有孩子生活就需要就缺乏重心 當然其實那個答案可能已經有點 已經有點逼近了 其實那個愛的本身 love這個東西 就是很需要有個分享的對象 一個或兩個或者更多 所以我們到時候我們再來更深一步的討論 那最後一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在談生命的意義 OK 來 所以的話基本上這本課裡面 很想討論意義是什麼 其實不只是我們所談的主題 其實你所練的學科是有意義的 OK 那我今天來談兩個主題 一個主題是大學的意義在哪裡 還有為什麼要談意義 談下一站 OK 談意義有什麼意義 OK 當我們在探討意義本身 到底它的意義在哪裡 那我們一般講起來意義有兩種 一種是個人性的意義 第二種是普世性的意義 個人性的意義 第二個是普世性的意義 那我特別要講的這一點是 我們很難開一門課 讓你去了解什麼是你個人性的意義 我們很容易知道普世性的意義 我將來要念大學 我將來要有工作 我工作要有賺錢 我賺錢可能我會結婚 可能我會有孩子 我可能都是一般都是這個一般性的 一般性的 我們稱為這個Global meaning OK 這是個普世性的 任何的國家 任何的民主他都會有這樣的 這個是等於是一個社會上 或是整個世界上一種講不出來的一種規範 但是讓每一個人都必須注意這個規範 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這個 Personal meaning 很多很多學生到讀完大事 其實他最大的困擾是 他不知道他下一步應該做什麼 而我們大學可以教你很多很多的知識 但是很難教你怎麼去做 屬於你個人的那個決定 Personal meaning 你個人的決定 因為這個部分非常非常的困難 非常非常的困難 非常非常的困難 但是那是最有意義的地方 你讀小學就是為了練國中 你練國中就為了練高中 你練高中就是為了練大學 然後你練大學之後 你就沒有必須要做的路了 你沒有人說要必須要出國 必須要考研究所 必須要去考公務人員 必須要去上班 必須要自己去開公司 沒有標準的路 沒有標準的路 再也沒有了 所以你必須要去做這個決定 而問題來了 我怎麼去做那個決定 什麼是最適合我個人的 尋找人生的意義 那我們這邊課程裡面還會告訴你 你怎麼知道你適合念碩士 或是適合念博士 我會跟你分享你怎麼知道你適合 出國念書或在國內念書 你怎麼知道你適合讀這個系 還是你要考慮轉系 這段課裡面都會跟你講這些東西 但是呢其實更重要的是 我們沒有辦法教你的 就是你怎麼樣去思考 什麼是你個人的意義 我自己在台灣大學 我是教生態學的 我是教化學的 我教環境學 我跟你講其實每一次上課的時候 每一次開學的第一堂課 我要進這個門的時候 我要進 我都必須假設 我來教化學 我的學生們必須懂 他們的生命裡面有懂化學的能力 如果他沒有懂化學的能力 其實我不用教化學 我如果進來教物理 所以我相信我的學生們 他有懂物理的能力 你說你怎麼可以這樣相信呢 是因為你們考慶台灣大學嗎 其實不是的 是化學的能力 物理的能力 狗紋的能力 會計的能力 法力的能力 生存的能力 其實就已經在你的生命裡面了 那我們當老師的來 是把那個鑰匙打開 這把那個鑰匙打開 那有時候的話我們會打不開 那怎麼辦呢 就把你當掉了 下一期就希望請你再來 那不是我們所願意做的 我們基本上是 需要能夠讓你知道你是尊貴的 所以教育的本身是相信 你們是尊貴的 然後你們有這個能力 然後我們來教 讓你來認識你的能力 所以我們比較會談的 一部分談 global meaning 但是我們其實我們心裡面最想談的 是談到 personal meaning personal meaning 你有每一個人 就像我這邊所說的 每一個年輕人 對於自己的世代 是有責任感的 OK 我比你們大很多歲 我已經將近60歲了 我現在是59.4 OK 59.4 我很快 我結婚已經30年了 昨天是我跟師母結婚30週年的紀念日 OK 喔酷 OK 那你說我做什麼 我知道 因為我昨天會很忙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陪師母 所以我前天 就一早就離開我的辦公室了 然後我帶師母去蘇澳泡冷泉 台灣有個地方叫蘇澳 他是全世界 全世界有兩個地方 他的溫泉是冷水 是冷水的溫泉 那你如果進去以後的話 你手上所有的皮膚 都會被那個bubble 被那個氣泡所包著 然後你就成為一個氣泡人 OK 然後呢 我跟師母 OK 我跟我的太太 師母就是我太太的意思 就 OK 那我跟師母就一起去就是這樣 那我們不是泡那個大眾池 因為我們夫婦就可以泡 比較小的那種套房 OK 那我 我有意思 我們是結婚30年嘛 OK 那我要講的就是 其實上 我覺得這個對我是蠻重要的 所以 每一個年輕人 你要知道 你在你的世代是有責任的 而一個有價值的人生 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是你在你的世代裡 你在你那個世代裡面 你發揮了你的功用 你發揮你的功能 不一定是幫助很多人 但你的確說當我一生活著 等到我到40歲 我到50歲 我到60歲 我到70歲 或者我到80歲以上 我來回顧我的一生 值得 值得 而沒有浪費掉 OK 所以整門課程的設計 放在大一 這個是老師基本上的一個假設 是讓每個孩子們 對不起 不是孩子們 每一個年輕人 當你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無論念任何的科系 不只是你的科系 將來可以幫助人 而是在你學習的過程中 你越來越成熟 你將來的生命 會成為那一個時代的一個祝福 成為那個時代裡面非常重要 成為別人的幫助 不只是你的專業而已 不只是你的專業而已 我猜 如果你來自於一個 有非常好的父母親的家庭 其實你的媽媽 你的爸爸 本身就是給你很多幫助 而這個幫助可能不是只有 他把金錢提供給你 讓你去註冊 No 不是 是不是的 就他本身那個生命 那個好的生命 就成為你非常好的典換 非常好的魔幻 非常好的幫助 那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前世界老師跟學生的關係是很特別的 老師跟學生的關係是 全世界一個很特別的關係 我不是你的父母親 我也不是你的親戚 但是我們卻可以有一個學習的時間 16個禮拜 在這個地方無所不談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關係 然後你也不欠我 我也不欠你 這東西叫做師生的關係 老闆 老闆跟他的員工 國家的政治領袖跟他的百姓 很多企業家跟他底下的這些員工 都沒有這種關係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關係 就是老師跟學生 那特別是老 特別是大學 因為你們都已經是18歲以上 我們這邊有沒有18歲以下的 應該沒有 你們是18歲以上的 可能是19歲 這個以上 其實你們都幾乎是一個成人的 所以的話呢 我也是個成人 你們也是個成人 所以在 所以的話呢我們叫University 大學叫University 它什麼意思 就讓我們一起在一起吧 UNI是在一起的意思 Varsity是不一樣的意思 UNI我們說這個Unity 我們說Unit是單位 Unity是在一起 Varsity是Variety 是不同的意思 所以大學原來的意思就是 讓老師跟學生可以在一起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大人 我是大人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彼此互相的討論 彼此互相的切磋 其實你大部分 你大學裡面大部分好的課程 都是老師可以跟你彼此互相切磋的 這個跟高中教育很不同 跟你國中教育非常的不一樣 大學教育的特色 它基本上是老師跟你 可以互相在一起討論的 所以啊 個人的意義 那你如何知道個人的意義 是第一個 是來自你生命的企劃 一個inspiration 你的inspiration all your life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會獲得企劃 啊 我生命裡面是有一個意義的 然後每個人那一點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每一個人的purpose 可能不太一樣 它是個很重要的標竿 那你一生裡面不要有太多 不可能有太多的標竿 標竿就是那個goal 就是你在射箭的時候 你會有個箭靶 ok 它可能是你幾年之後你要達成的 或者也許你到老的時候 發現你還是沒有達成 不過你永遠都是朝那個正確的方向去 大學基本上 是在尋找什麼樣是你人生最重要的goal 最重要的標竿 而你怎麼會認識那個是你最重要的標竿呢 有兩種 一種是你被inspiration 你被企劃的 第二個 是你對於你生命品質的要求 有些人他不甘於平緩 有些人認為說我一生只能夠活這一次 那請問我如何去過這幾年的生活 ok 這兩個 它應該沒有什麼差別 不過在表現上會有點不太一樣 前者是一個inspiration 是他內心裡面一種 一種說不出來的渴目 一種說不出來的渴目 你看我自己 我自己在練大學的時候 我開始可不可以做個老師 我會做老師 我進台灣大學教書 事實上是我走錯了 因為我非常喜歡當高中老師 所以我在練大學四年級的時候 我就跑到揚美高中去當老師 我來台灣大學練研究所的時候 我就到建國中學的業教跟補校去當老師 我當了兩年的老師 有沒有薪水 完全沒有任何薪水 ok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 我在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被inspire 被inspire 我就有個期待說 我將來可以成為一個高中的老師 那我後來一直沒有 我後來成為台灣大學老師 但是我還是難忘成為一個高中老師 所以我後來只好寫一些書 那我的書裡面 大部分的讀者的認定 都是高中生 那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想當高中老師呢 我說我答不太上來 我答不太上來 It's an inspiration 是一種你的一種 對生命品質的一種 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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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種期待 事實上有人請我入閣 你們知道什麼叫入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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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什麼叫入閣嗎 入閣就是你去當部長之類的 ok 我這樣被邀請過 他說我還是拒絕 ok 為什麼呢 因為那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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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好品質的地方 ok 我有兩個好品質 一個的話就是我做個高中老師 第二個就是我想做一個好 做個好爸爸 做一個好帳戶 這幾個都是我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期待的 在我生命裡面 我可以有一個inspiration 然後呢我生命有一個high quality 品質的要求 ok 品質的要求 所以我大部分的晚上 我是跟師母在一起的 我如果一個人去開會 像今天晚上我可能 就會到外面去開會了 那我就會打電話給師母說 我對不起我不能回來 ok 然後我會跟他講我為什麼不能夠回來 然後呢我如果到出國去 我沒有辦法跟我太太在一起 晚上我還會打電話給他 就是I miss you ok 然後I need you 好肉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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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真的 這就是個人對生命品質的 的一種要求 我很少在外面吃飯 除非師母是允許的 ok 然後我也很少請人家到我家吃飯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能夠說 欸 進程 晚上你好像沒有什麼事 要不要來我們家吃飯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師母他還沒有準備好 ok 所以我打電話給師母說 我是不是可以請經常到他們家吃飯 師母說不行 然後怎麼樣 就對不起 我就不用提了 甚至連我媽媽要跟我住一起 我爸爸媽媽要跟我住一起 我最先考慮的 不是因為我當兒子的 可不可以跟他們在一起 no 我最先考慮的是 我太太是不是準備好 太太如果沒有幫好準備好 對不起 你覺得我會不會很殘忍 你們覺得我會 好像聽媽媽的話超過聽 聽太太的話超過聽媽媽的話 你們會不會這樣結的 我再問你們 假設你們結婚的話 請問媽媽比較重要 還是太太比較重要 當然你們大部分都還沒有結婚 ok 或是你認為丈夫比較重要 還是你的媽媽比較重要 或是你的爸爸比較重要 假設好沒關係 媽媽當然會失望 喔 兒子啊你出國十年耶 我們家的房子一直都留著耶 我們家裡有好大的房子 空間就等著你回來 你結婚 你把太太帶回來 我們等你們一起回來住 我說對不起 媽媽對不起 當然我沒有說太太還沒有準備好 ok 但我跟你講這是真正的理由 是太太還沒有準備好 我講說媽媽對不起 我現在剛回來教書 我的功課會很忙 我的會會非常多 所以一起住一起的話 我沒辦法照顧你們 我沒辦法為你們煮晚餐 你的老婆可以煮晚餐 我說對不起 因為我的生活的取機 會比較不方便一點 所以我還是去住外面 是 我跟你講是這個 我會不會太殘忍 你們認為我會不會太殘忍 還是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不過當時你會希望跟父母一起一起住嗎 我會 我當然很希望 因為他是我的媽媽 他是我的爸爸 而我們的確住了很多年 既然你希望的話會不會是你不早 但是他已經不再是我的第一個考慮 因為我如果沒有把我的 我如果沒有把我的太太安撫好 然後我就去處理我媽媽跟爸爸的問題的話 將來我很可能 連爸爸媽媽的問題 我都沒有辦法處理好 所以我如果跟我太太是同一個陣線的話 平成是兩個人一起去安撫 我的爸爸跟我的媽媽 所以這中間叫做 氣足保帥 對不起也不太對 OK 這就是我放掉 我放掉第二重要的 我保持最重要的 你們有沒有聽過忠孝不能兩錢 中國人常常說忠孝 敬忠報國 忠孝不能兩錢 我其實並不認為忠孝不能兩錢 有時候我面臨戰爭 我要離開我的父母親 去為國打仗 我好像不是不孝 但是這樣國家如果沒有保住 其實家庭後來也沒有了 所以我如果出我打仗 我上次 我雖然是盡忠 我好像是不孝順 但事實上我事實上也是孝順 所以有的是Yes 那如果父母當時是 是用健康應付的角度來 OK 父母如果是用健康 喔 兒子你終於回來 我們好累喔 然後這邊也不舒服 那邊也不舒服 喔 我們有點婚陷 對不起 我現在已經有點老年癡呆 OK 那這應該怎麼辦 我們說你所需要的是 就是一個好的看護 而不是我們 或者是需要一個好的 不是老人收容所 對不起我那什麼字眼 就是 安養宴 安養宴 對 如果他說喔不要不要不要 你就可以了嘛 我對不起 因為我工作很忙 學校 你看我又回到那個前面的理由去了 所以 讓我再往下問 這個 你認為是太太比較重要 還是兒女比較重要 假設這樣好 我問男生好了 你認為是太太比較重要 我現在都是假設性的問題 OK 你認為太太比較重要 還是兒女比較重要 兒女好可愛喔 OKOK 蛤 太太比較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不是找了醫生 喔 對對對 好喔 他在跟你在醫生 然後兒女怎麼樣 喔很快就怎麼樣 去台大 唸書去了 OK 還有沒有不同的看法 你孩子這邊呢 你認為先生比較重要 還是孩子比較重要 蛤 Yes 因為 對 因為有先生那才會有孩子 喔 因為有先生那才會有孩子 對對對 OK 那才會有孩子 我想你現在回答的 不是在講生物學 你在回答的事實講 更寬廣的東西 對不對 更寬廣的 OK 事實上是這樣 你如果能夠保護住你的太太 基本上孩子都可以保護住 你如果犧牲你的太太 我跟你講為了孩子 最後孩子可能都會失去 所以我剛剛講的也是一樣 我如果能夠把太太能夠 能夠照顧好 即使我的媽媽就可以照顧好 我的爸爸就可以照顧好 我如果是放棄我的太太 或是把我太太放在 second priority 第二個優先的話 他可能追我的父母親 都會流失而走 你將來如果交男朋友 或交女朋友 你跟他交往的過程中 他說 某某 陳小姐對不起 我是不是跟你交往 我大概要回去問我爸爸媽媽的意思 你認為他是好男孩子 還是不是很好男孩子 你們認為他不是很好男孩子 OK 來來來來 假設我 你叫什麼名字 英文的還是 英文的 英文的 Andra Andra OK If one day I know the Andra OK 然後呢 我們開始有點 開始我們有點dating OK 然後我們到某個地步 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 commitment OK 那我說 我要問我的爸爸媽媽 請問我認為 你認為我是個好男孩 還是不是好男孩 或者我應該就是你的爸爸媽媽 I know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你認為我是個成熟男孩子 還是個不成熟男孩子 成熟對不對 為什麼你認為我是成熟的 因為認識他的父母 啊哈 因為如果真的要就是 認真的要在一起 對 最後你我就會同一家人 所以就是都要認識他 了解他 哇哇 所以我們要磨合 磨合 磨合 你就說跟他父母去磨合 就是 對 因為最後是兩家人 這不是只有兩個人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他們蠻成熟的耶 其實喔 我跟你講喔 如果還沒有結婚以前 他說要問他的父母親 或者實際認識你的父母親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男孩子 因為一個好男孩子的話 一定會respect尊敬他的父母親 如果說哎呀管他老頭子 最重要是我們嘛 你他媽的話 哎呀算了 我們跟他講就可以了 OK 他可有可無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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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他化成怎麼樣的 你就可以不用考慮他了 因為他的母親跟他在一起那麼久 他都不需要尊重他媽媽的看法 將來你跟他在一起 他絕對不會尊重你的看法 大部分的好妻子 過去是個好女兒 大部分的好丈夫 過去是一個好兒子 我現在是想結婚以前 OK 我現在是想結婚以前 如果結婚以後呢 OK 我現在如果 如果Android他是我的太太 然後呢我今天有什麼事情 對不起Android 我現在要問我的父母親 OK 請問你認為我是個好的帳戶 還是一個插進的帳戶 我跟你講這是個插進的帳戶 這是插進的帳戶 所以這東西有很多很多的差別 OK 那其實有時候你踏錯一步 對你是蠻大的影響 我猜你們可能有看過 你們可能有經歷過 有人踏錯一步 他把這個優先順序 他搞錯了 OK 所以 基本上來自於生命的啟發 來自於生命品質的要求 可以成為你重要的標竿 那 我很抱歉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什麼是你重要的標竿 因為你是 too personal 太個人性了 太個人性了 台灣大學也知道這個東西 所以台灣大學就有很多很多的空間 我們沒有拿來蓋房子 我們成為校園 幹什麼呢 讓你去走一走 讓你去想想看 你不要把你的所有時間都拿去修課 不要把你所有的時間都拿去上網路 不要把你所有的時間去參加社團 你要有些是個人的時間 做什麼 想想第一個問題 什麼是我個人的標竿 什麼是我個人生命的可目 什麼是我最羨慕的 我在這個時代裡面 如果我有責任的話 什麼是我該進的角色 OK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很可能整個大學四年或五年 很可能是你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 第二個 你既然如果有個標竿的話 你就要去實行 OK 那你的實行的話 常常是跟你的意志有關係 跟你的自我有關係 還有跟親友的鼓勵是有關係 也就是說當你要去 當你有個go 當你有個目標 當你有個標竿 你要去執行的 你會發現你其實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大學的朋友 常常會成為你終身的朋友 很多人說 一個人他終身的朋友 是兩個時候所交到的 一個是在念高中的時候 還有一個是在念大學的時候 很多人到最後出社會的時候 他反而不太容易交到很深入的朋友 OK 當然這不太一定 有時候還是會有 因為我自己有一些是我自己 出社會以後所認識的好朋友 也有好幾個 但是我到現在我還是有高中的朋友 我還是有大學的朋友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什麼樣的 你有什麼樣的go 你有什麼樣的這個標竿 你將來你的朋友 會跟這個標竿事實上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那個朋友很可能是你將來的辦理 他跟你有同一個標竿 那是更好的 那是更好的 你要怎麼挑選一個很適合你的社團 有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好的蘋果堆裡面比較會有好蘋果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不好的蘋果堆裡面 我不是說沒有好蘋果 我沒有這個意思 只是在統計機率上不是很高 這也是你的父母親 一直很想讓你進台大的原因 是他們沒有說出來的原因 OK 就是你比較有機會 你比較 在那個蘋果堆裡面 當然你說喔 那好像叉叉社團 不是戴個有色眼鏡嗎 喔他好漂亮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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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不是講這個東西 OK 我要講說其實 但是人跟人的接觸 人跟人的吸引 那個其實不是 OK OK 不是這樣看的 那是很自然 他們會產生的 所以 你會有 然後呢 很多人他有自我要求 有很多的孩子 很多人的年輕人 他本身的要求 是來自於他個人的 而不完全是跟外面有關係 那這種協生 就非常非常認真的協生了 OK 我自己給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OK 而不一定需要別人給我要求 當然別人給我要求也不錯 但是他大量的需要 他很多的很多的向前進 是他自我的要求 那我跟你講 大學教育跟高中教育 最大的不同在這個地方 高中老師會給你很多要求 大概老師倒是講 他會不太管理 他認為你已經大人了 所以你進大學 你必須要有自動自發的習慣 你進大學 你必須要給自己設定 我什麼時候要起來 我什麼時候要睡覺 你進大學 你必須給自己設定 我一個禮拜要運動幾個小時 那 所以 你要有自我要求 還有朋友的鼓勵 好的朋友 在大學裡面 很可能是同一個科系 很可能是不同科系 我知道有些科系 像法律系 他們從大一的時候 就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小組 OK 我知道心理系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小組 他們就會開始有產生 產生這種不同的組合 然後彼此互相抵立 彼此互相 互相抵立 彼此互相 有個自己的公約 然後呢 成為一個自治的團體 所以你剛剛講 你的寢室裡面如果有個公約的話 等於是你自己內部裡面 有一個自治的團體 這是很重要的 OK 因為在高中以前 事實上是沒有 很少有這種東西 然後你開始 我自己管理 OK 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OK 這麼要求 還有呢朋友的鼓勵 OK 我們最好不要有一個人進大學 是一個人來的 那離開的時候 也是一個人 在大學裡面永遠都是一個人 OK 他沒有什麼朋友 他沒有什麼可以溝通的對象 他只要一有時間 他就會找網路 找電腦 我不是說網路不好 網路可以幫助我們 找到很多很多的資料 但他絕對不是你的朋友 OK 他絕對不是你的 朋友互相彼此的鼓勵 OK 第三個 你如果有標竿 如果有力量 其實他的所有的好的 好的標竿 他都有他的order 有他的次序 OK 他都有他的次序 我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你要認識一個好的女朋友 OK 我喜歡他 OK 其實喔 我愛上他了 OK 我問你們一下好不好 喜歡跟愛上他是不是一樣 OK 對不起你們都沒有什麼經驗 OK 我請教一下 喜歡是不是就是愛上他 不一樣OK 為什麼不一樣 如果是愛上他 包括比如說別的相識 你可能會想你要比如說保護他 或者是想要之類的 但是你喜歡他你也想保護他 喜歡他可能只是單純的想佔有之類的 但是想佔有 OK 當你佔有這個已經 這個已經不是這個 這個已經是 已經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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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因為我們 可能一個是屬於心靈的佔有 另外一個是愛 可能是想說一次共同相處 OK 然後一個是 一個是把他拉下來自己的 一個是你不想更容 OK 我請教一下喔 好感 跟喜歡 跟戀愛 跟戀愛 我跟你講 我們大部分的媒體都告訴我們 好感就是戀愛 或是喜歡就是戀愛 這三個名字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同的等次的不一樣 他是 最好有戀愛是因為你對他有好感 所以好感是 網路上看到他 就想回頭看 就想回頭看 多看他一眼 回到家裡的時候 會想到他 睡覺的時候 會想到他 OK 吃牛肉麵的時候想到 OK 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他叫什麼名字啊 OK 他是哪個科系的 OK 他的Email是什麼 OK 你會想到他 這是好感 OK 好感不是戀愛 好感是你會 你的腦筋裡面 會想多認識 多認識一點 這個人 OK 那你也不要以為 好感是戀愛 因為你也可以 對一隻狗有好感 OK 喔這狗好漂亮喔 OK 想抱抱他 OK摸摸他 你可能會對 某一幅畫 你會有好感 OK 所以 不要把好感 常常在想念一個人 我如果能夠認識他有多好 OK 好感 喜歡就不太一樣了 喜歡是 是基於你對他的認識 所以的話呢 你在從好感要跨到喜歡 你會有個步驟 就是你會跟他在一起 而這個在一起 請注意喔 不是一對一的在一起 而是團體的 團體在一起 OK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如果對他有好感 欸某某小姐 我是不是可以約你出來 這個稍微有點快 這稍微有點快 OK 最好就是 我可能約我的同學 然後呢 我找 我找Mary 或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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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an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去 喝個咖啡 OK 是 那這過程中的話 你會有更多的認識 還有呢 你不是只有認識他 你認識他的朋友 其實朋友很容易代表一個人 什麼樣的人就跟什麼樣的人做朋友 OK 還有呢 我們現在的Facebook也非常非常方便 Facebook可以知道很多很多事情 對不對 他如果沒有Facebook的話 就請他加入Facebook OK 我現在認識我的協生 大部分都透過Facebook 我真的 我現在認識我大部分的協生 就是我有時沒事上上Facebook給我看一看 喔 最近又跑到泰國去玩了 這小子 OK 哇 最近又在吃麥當勞 OK 哇 現場還給我拍個照片 OK 其實我很多時候上次透過這東西在認識的 所以這都是只是喜歡 喜歡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在這個喜歡的過程中 你多認識他 多認識他什麼 價值觀 價值觀 這很重要的 OK 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認識他的價值觀 認識他的喜好 認識他的討厭 漸漸的對他的家人會有點認識 他的家庭他的背景他的科系 他的成功他的失敗 你開始要這個時候會有點認識 當然你不要傻傻地說 我好喜歡你 那你是不是告訴我 請問你喜歡吃什麼 好呆的問題 OK 好呆的問題 OK 我跟你講 談戀愛是人生的一門很重要的課喔 你們看老師長得不錯對不對 你們認識老師有沒有試練過 有 蛤 我在年輕的時候比現在還要英俊喔 我身高183 我台灣大學的學生 OK OK 對啊 我身高183 OK 那我品性蠻好的 OK 我什麼樣的球都會打 我幾乎什麼樣的球我都會打 OK 我打過他到校隊 OK OK 那我再問一點 這麼好的男生你認為他會失戀嗎 對啊 剛剛隨 OK 剛剛哪一個女孩子說會 OK 剛剛哪一個女孩子 剛剛有個女孩子失戀 先說會 是你說會嗎 OK 那你說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我會失戀 只要談戀愛就會失戀啊 只要談戀愛就會失戀啊 只要談戀愛就會失戀 只要談戀愛之前要學會失戀 要跟談戀戀啊 談戀愛以前就要先學會失戀 才能夠談戀愛 也就是他本身是抱著必死的截心 OK OK 剛剛還有沒有 剛剛還有人說會 說我會失戀 這為什麼 因為那個女生一定會喜歡 Oh yeah That's good OK 你說了好 OK 你再多說一點 因為女生不可能喜歡矮一點的人 可能不喜歡這麼會講話的男生 我會講話是因為我當老師 那他可能不喜歡 他喜歡文靜型的 我也蠻文靜 我叫張文亮耶 那個文就是很文靜的意思 夜描夜 夜描夜 不會 我會描黑 就是他因為每個人喜歡的個性是同嗎 對 他講這個非常重要的 即使對你自己有高度的自信 要給別人留下說No的潛力 給別人留下有選擇的潛力 你說的是對 我在那年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大一上的時候 我增加一個淫慧 然後我就喜歡一個女孩子 我怎麼會喜歡他 我說不上來 我真的說不上來 而且他頭髮是蠻長的 就吸引我的眼目 我一生很容易被長頭髮的女孩子給吸引 那是我是長頭髮嗎 Yes 直到如今 結婚三十年還像高中生一樣有個 OK 這第一個 這是我的弱點 OK 然後呢 OK 第二個就是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因為我們十幾個人一桌嘛 然後他就把菜夾好 放在一個盤子上 然後放到我的面前來 喔 我覺得這個女孩子 怎麼做這麼considerate 這樣的 沒有 他只有放到我 放到我的前面 喔 蛤 對 我做的比較遠 不過那時候我沒有這樣想 我那的想法就是說 他對我一定有特別的意思 OK 所以我就認為我的一生已經定了 我已經有個女朋友了 但是我忘記了 我離開銀會的時候 我沒有問他的名字 我沒有跟他留電話號碼 然後我的大學的 我的初戀的情人就是他 然後我常常想他 我常常想說 那時候為什麼不給他留名字 那我大一就過去了 然後我大二的時候的話 開始有人想要幫我介紹 但是我想說對不起 我已經有太太了 所以基本上 我沒有想 我沒有想再繼續 所以這樣一直到我的大使 所以我大學情緒會讀得非常好 可能跟這個有關係 因為我一直沒有去約會 因為我大一上的 某一個特別的時候 認識一個女孩子 我記得我一生就已經定了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會出現 後來我在大事上的時候 有一次我在公館的附近 我才認識他 我就發現他在那個地方 我同學都知道我喜歡他 他說文亮 你應該勇敢 OK 去跟他表白三年來對他的思念 我後來經不起不斷的有人的 我覺得不是同學的慫恿 我覺得我自己也應該去 踏出這個的這一步 所以我就到他面前去說 某某小姐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走一走 OK 那他很硬 他有點訝異 也就是說我跟他的喜歡 跟他對我喜歡 事實上是不太一樣的 他是有點訝異 他說好啊 我們去走一走 我們走到台灣大學的農化系 農化系前面有個草坪 OK 我要講你看 我四個人這麼多年了 我還記得 在一個21歲的一個男孩子 請一個女孩子 在農化系的草坪坐下來 那我跟他講 我的名字叫做張文亮 我這句話 大概講了5分鐘才講完 我的名字叫張文亮 這樣我講5分鐘 OK 為什麼講這麼久 因為 所以有很多 遺到一個男孩子 他跟你講 他的名字是講了3分鐘 請你不要把他拒絕 因為他不是一個愛情勝手 他完全沒有經驗 現在的話 我就很容易講了 OK 我現在你知道嗎 像我這種結構分的男人 又有地位 又有金錢 我騙男女孩子的話 你知道嗎 是很容易騙的 所以我常常幫助我的學生 因為我很多的學生 事實上是外面有人在請他吃飯 我曾經認識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他練大了 他有一天跑來找我 他說老師 你相信 蠢蠢的愛嗎 我說你再說明一下什麼叫蠢蠢的愛 他說每個禮拜六的晚上 就會有一個董事長 真的是董事長 開個非常好的車子 是德國的車子 請他去咖啡店一起喝咖啡 然後呢他會 然後我說那下一步呢 他說下一步的話 他點他的咖啡 我點我的咖啡 然後呢我們就一起喝咖啡 從頭到尾那個男孩子都沒有對我有任何動作 然後他告訴我 他不斷的跟我寢吐 他的婚姻是不幸福的 然後直到他認識我以後 他才發現他的生命是有意義的 一個大的女孩子 你們覺得怎麼樣 然後呢他平常他從其他時間他也不會聯絡 他就在每一個 然後說車子已經來了 你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喝咖啡 然後這樣已經半年了 那個男生都沒有任何的動作 他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長 很老的 蛤 這個學生大概是20歲 對方的話大概是35歲 你覺得怎麼樣 這件事情你覺得怎麼樣 怎麼會認識他 怎麼會認識他這個好問題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他告訴我這個事情 然後呢 然後他說老師我們已經半年了 我每個禮拜跟他一起喝咖啡 他付錢 每次我坐下來以前他會先幫我推椅子 然後我就坐下來 他幫我推進去 然後呢 他就我希望晚上跟他一起喝咖啡 然後呢 他沒有任何的body contact 沒有任何的肢體上的這個接觸 他只是跟我訴說他的不幸 跟他認識我以後 他才知道說感情的歸宿是什麼 你認為怎麼樣 我說你要趕快離開這個男人 為什麼呢 第一 這個男人已經結過婚了 第二 這個男人現在還有妻子 第三 他已經在事業上混一陣子 他是公司的董事長 他是有錢 有錢又有家庭又有power 然後什麼樣的女孩子可以擋過這麼男孩子 什麼樣的女孩子可以擋得過這樣男孩子的追求 他說 但是他是蠢蠢的愛 那我說好 今天假設是我來追你怎麼樣 我來追你 OK 我也有 你也知道我 我有太太 你也知道我是台灣大學的教授 你也知道我在社會有某些的知名度 你也知道我是有點錢 OK 那我現在來追你 我也可以每個晚上 我會想念你 然後一個禮拜 就禮拜六請你去喝咖啡 那我會跟你訴說 我認識你以後 我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愛情 過去所有日子都是黑暗的日子 這種遇到你以後 我的太陽是開始有明亮 OK 花朵會香 鳥會叫 OK 就因為有了你 OK 你認為怎麼樣 他說老師你不會這個樣子做吧 我說你怎麼知道我不會呢 我意思是說這是有高度危險的男人 他太有經驗了 所以我講回來 我那時候用三分鐘到五分鐘講我的名字 其實這個女孩子非常非常的體貼 他等我講完 等我講完以後他才告訴我說 他已經有男朋友了 OK 然後他也有男朋友是什麼樣的男朋友 OK 然後我就說很謝謝你告訴我 然後我就陪他送他回去 然後我自己在含著眼淚走回去 所以我初戀的那一天 我上場的第一天就被刪針 OK OK 我第一場就被刪針了 我也很謝謝他 他跟我講得很白 他什麼樣是他的標準 OK 那我雖然會含淚 不過這是含淚的微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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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問題 這種故事我可以講好幾個 OK 這種故事我可以講好幾個 這門課裡面我會常常跟你分享這一些 我跟你講他有他基本的步驟 在這裡 你跟他沒有什麼 你跟他沒有任何的關係 只是個好感 OK 你喜歡他 好感 他講話的聲音 How sweet OK 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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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真正的人是沒有關係的 這東西都是你的幻想 喜歡 你開始跟他有一個接觸了 但事實上是群體的接觸 還不知道一個人的接觸 你如果一下就跳到這邊來 你要高度的 你要高度的 你要有非常大的危險 因為你的information還不夠多 在這裡的話是讓你認識 什麼叫做事實 OK 讓你清醒一下 認識他的朋友 在群體中慢慢的認識他 等到這裡的時候 有個很重要的一個差別 就是你跟他會有1對1的關係 小姐我是不是可以請你出來 等等 我講的不是這麼兇啦 OK OK 小姐請問你 請你有沒有空 OK OK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談一談 喝個咖啡 不是喝咖啡啦 OK我是不是可以 就是你跟他開始有個1對1 1對1的時候你有很多話要談 你有很多東西 很多點你需要知道 你要認識一個人 很多人跟一個人交往這到七八年 什麼都搞不清楚 腦筋一團混亂 像是那個豆腐一樣 OK 那個豆腐 那個Chinese豆腐 他的Brain 在打個Chinese豆腐 OK No structure No structure OK 沒有那個結構 OK It's no order It's no order No process OK 沒有次序 沒有節奏 OK 其實在戀愛的裡面 有很多事實上是你需要學習的 我跟你講戀愛是一個人 所應該一生裡面所學到的功課 怎麼樣How to 對一個異性什麼事情應該有了尊敬 我看過很多女孩子 對男孩子是很不懈的 蛤 OK 其實只要他是個男孩子 其實他都有值得尊敬的部分 我也看到很多男孩子喜歡一個女孩子 就有事沒事會去搞他 OK 他又不是一隻狗 OK 所以 戀愛是一個人所以可以 那我不是說你大學一定要戀愛 我覺得沒有這個意思 OK 我告訴你戀愛是一門課 然後很容易被當掉 你被當掉以後 你第二次在重修的時候 你會修得更好 OK 老師重修了五次 OK 所以擺練成鋼 OK OK 第六次就極格 蛤 第六次就極格 對不起怎樣 第六次就極格 沒有沒有第五次是師母 第五次是師母 OK 第五次是師母 OK 並且前面都有不同型態的 不同型態的 我曾經跟美國人戀愛過 白人 OK OK 白人 是我們學校跳芭蕾舞的小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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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老師你 那你有沒有跟師母講 喔 我跟師母dating的第一天我就講了 OK 我跟師母dating的第一天我就講了 我就說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蠻帶創傷的一個男人 OK 我不是在勾引他的眼 他的眼淚 我就說一顆這麼小的心 你才可以承受幾隻愛情的劍的傷害 OK 我說是無窮多根 OK 我說是無窮多根 OK OK Yeah 無窮多根 他把我一射 然後我的心就碎了 當時是心是碎了 很快就補起來了 OK 然後就越補越好 越補越好 所以我師母非常感謝過去的 所有的這些女朋友 他後來也知道誰 OK 後來有一個還獲得國家的 非常有名的金鐘獎 OK 師母有這麼一次還常常來聽他的節目 引起我舊情的重來 OK 我說你就不要聽嘛 你知道我以前跟他是什麼樣的關係 師母說我以前都已經過去了 OK 然後有一天這個女孩子打電話給我 OK 他說 他說 他說這個 他說我們公司的董事長 非常希望能夠跟你相見一次面 因為你的演講非常非常的好 那 就把他掛掉 OK 趕快撥電話給我太太 我說不得了 他打電話給我了 OK 他說他們公司要找我去面談 OK 師母說你應該去 我說我怎麼可以去呢 連戲劇不是這麼演的 喔 OK OK 師母說你應該去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已經長所到可以面對你 你應該可以長所到可以面對他 我說謝謝你對我的信任 但是我對我自己不夠信任 過了三個月他又打電話來 他說 張先生你是不是已經想好了 我們公司已經把節目都排好了 OK 你要不要來接受錄音 我要趕快打電話給我 我說他還說你早就應該去了 OK 我說好那我去 我去的時候 我西裝鼻挺的去 我不是像之前去穿的 我穿的是蠻正式的 我去的時候老實講我已經不認識他了 因為我們隔太久了 OK我們隔太久了 然後他就 他就請我到一個錄音室裡面 去接受這個採訪 採訪以後的話我心裡是 OK 然後後來時間到了我就走了 走了以後的話他告訴我 播出的時間 後來我聽了 果然是播得不錯 然後我打電話來 張先生 我們董事長非常喜歡 你講話幾乎沒有NG OK 我不知道 他說你講話幾乎沒有NG 並且呢 你是不是可以再來一次 好 然後我又問師母 師母說你本來就應該再去一次 像你這麼會講的人 你很少人嘛對不對 所以我又去第二次 第二次完了以後的話 OK 以前過去的一些影像就慢慢的進來 更糟糕的是第三次的時候 我就去錄第三次 然後呢 我們出去的時候他送我出去 外面在下大雨 他沒有遺傘 我也有遺傘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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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那時候怎麼辦 我要拿起我的遺傘嗎 然後他就在等公車 因為他沒有遺傘 我有一個遺傘 我應該怎麼辦 我就啪把遺傘打 怎麼樣 打起來 然後就怎麼樣 就慢慢走回家去了 然後我沒有回頭 I'm sorry 我不能過去 我過去的話 我知道連續劇是怎麼演的 OK 然後我一直相信一定有個姐 他第四次又請我去 我又去了 我就想說 我們當中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突然間 我就有個想法 我說 我說某某小姐 好久不見 那 我聽說你結婚了 他說對 我結婚了 我聽說你有兩個孩子 他說對 我有兩個孩子 變成我的孩子是你的書名 我說那我可不可能有機會認識你的先生 他說我的先生也很想認識你 那請問你先生在什麼地方 他說我的先生就在樓下 他說真的很想認識你 所以我說那你先生就知道我們過去的關係對不對 他說那是個很甜美的回憶 那是個很美好的回憶 所以你先生知道 他說是 那我說那我有沒有機會認識你的先生 他說好 結果他打電話 你知道嗎 我們在錄音室裡面那個門是滿厚的喔 你們沒有去過錄音室 錄音室的門是滿厚的 其實我們在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 OK 我說我想認識你的先生 他先生是個醫生 他先生後來就進來了 進來以後的話就 我跟他先生談一談 我終於豁然開朗 當年為什麼我們沒有走下去 你們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男人愛他的程度 遠遠的超過我當年對他的感情 我才豁然開朗 後來我常常帶我的學生到外面去郊遊 我一次帶帶150個孩子 那時候我訓練台灣大學10個學生 陪伴150個孩子 這個活動是國一日報辦的 150個孩子我們要擔任多少的危險 因為孩子會疊傷 摔傷 碰傷 裡面會有一個醫生一直與我們通行 你猜這個醫生是誰 他的先生 後來我跟他的太太其實沒有什麼來往 反正是我太太去認識這個你 這個太太 而我跟我變成好朋友的 是他這個先生 所以這是我人生的一個原則 我如果不是你先生的朋友 我大概不會跟你是朋友 我有很多學生後來畢業了 後來嫁了 他們後來再回來找我 我說我絕對不會見你 你有問題我也不會見你 除非你把你的先生帶來 我如果不是你先生的朋友 我就不會是你的朋友 不管我們過去曾經有什麼樣的關係 如果我是你先生的朋友 因為你已經結婚了 所以我就跟你就不再沒有 我就跟你就沒有一對一的關係 過去的朋友 雖然曾經是男女朋友 曾經是私生的朋友 因為我當老師已經當了很多年了 我初期的學生現在都已經很大了 OK 所以我給你認識一下 其實 It's the order all are theer 一個好的 一個好的東西 無論是你的工作 無論是你的金錢 無論是任何的事情 他都有他基本的order 他都有他準確的order 很多人這個order是搞錯了 是搞錯了 第五個 就是你事實上是 你最好不要一個人在尋找你的標竿 你事實上是有 可以說出來 一個好的東西是可以說出來的 是可以了解的 讓別人了解的 是可以溝通的 我覺得我們很多很重要的人生 很重要的同伴 是來這裡這裡 我告訴我的 我告訴我的女朋友 她後來成為我的妻子 我說你要認識我嗎 我要告訴你 我是一個外表學科學的人 他是我的心裡面是學歷史的 我對歷史是有高度的著迷 我是兩個前期待的男人 一個前期待是物理 還有一個前期待是放在地下室 那個是歷史 你如果想認識我 你必須對歷史是可以接受的 我才會說 OK 所以當我在講我這個人生的 我上次跟一個人是可以分享的 所以我以後 我們以後 我們結婚30年了 我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難 我以後來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難 遇到很多的誤解 遇到很多很多非常不好走的路 那幸好他是可以被了解的 是可以溝通的 一個人要學習如何把他自己 認為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跟他很要好的朋友 或是很要好的同伴可以分享 很多孩子在小時候 父母親就已經離婚了 這種孩子他最大的傷害是什麼 是父母親感情不好的時候 他竟然不知道 他竟然不知道 他覺得可能是他有責任 他覺得他是被丟棄的一個 這種孩子以後會有一個很重大的一個麻煩 就是 He cannot commitment 他沒辦法維生 為什麼 他愛他的父母親 而父母親竟然沒有讓他知道 他的感情已經處於破滅的邊緣 而最後是離開了 他被欺騙了 他被傷害了 後來以後他為了要擋住那個傷口 不要讓他繼續在花座 他就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麻煩 He cannot or she cannot promit commit commitment 他沒辦法承諾 他沒辦法承諾 那這東西的話在高中以前不容易突顯出來 到大學以後就會越來越突顯 所以你們要想辦法如果有這種孩子 你如果年紀很大的時候 你父母親才離婚 我沒有暗示你們當中 因為我根本不認識你們 這個你們家 你的影響會比較小一點 如果你從小的時候就有這種事情發生 你要慢慢走出這樣的這個 這樣走出這樣的陰影 然後呢 也就是說你的父母親很早也很早以前出問題的話 They cannot communicate cannot communicate OK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因為老師在五分鐘之後必須要離開 因為他還有一個期末報告 那以後這種事情不會發生 Any question 可以往下講的 Yes 你是不是怎麼走過失戀 什麼走過失戀 因為你不走也不行啊 你不走也不行啊 所以我們就只好祝福他啦 OK OK 那寒淚的微笑啊 OK 什麼叫寒淚的微笑 我在我那個年代 有一首歌蠻有名的 就是 某年的某夜的某一天 往事就像破碎的臉 就某年某夜的某一天 往事不過像一張破碎的臉 OK 當然你們現在可能 不太有人聽過這首歌啦 OK 那我那時候就是像 DX 含淚的微笑 但是 如果你喜歡他 他做一個正確的選擇 是沒有選我 我覺得這也是對的對不對 然後他很早就讓我知道 那我就不需要浪費很多的時間 我很謝謝他的誠實 我很謝謝他對我說no 因為對一個人說no是很不容易的 又說我也要我也要 OK 再說吧 OK 這比較簡單 那他跟我說no OK 我想我可以接受no 那我也不會太軟弱 我會慢慢的站起來 如果我是這樣 被他一碰就倒了 那證明我可能還不夠成熟 那我也不會想說我要跳樓自殺 用死來證明我對他的愛 我跟你講死根本不能證明什麼 死能證明自己這個呆子而已 I'll tell you the truth 來 還有什麼問題 老師你相信有垂友情嗎 你相信有垂友情嗎 有啊 我問 可能你跟一個女生一對一出去 才會真的像後面有關係 然後你的單位就會有 OK 會不會有這種 我認為只要我們有精子的存在 有男性荷爾蒙的存在 就很困難 除非你到某個年紀 除非你到40歲 50歲 然後因著理念的相同 因著某些音樂上的相同 但是即使這個樣子 也不會有一對一 一定是自己的老婆在期間 然後他是我的朋友 我有好幾個這種朋友 我有好幾個這種朋友 是女孩子 但是只要他有 他跟我有任何的接觸 一定是我的他愛在場 老師你未免對自己過度保護小心吧 我跟你講我被人家引誘過好幾次 人家把女孩子全躲的送進來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道我的軟弱 我自己知道我的問題 Yes 還有什麼問題 還有三分鐘 Yes 你的失戀都是別人對分手 還是沒有 我的失戀 我有一次是我自己提出分手的 我有失戀我只有一次 我前面的四次都是 都是被人提出來的 但是有一次是我自己提出來的 蛤 因為走不下去了 然後我自己發現自己所喜歡的 不是真正的他 而是自己腦筋裡面所編織出來的一個影子而已 等到這個東西去對的話 發現對不起來 還發現其實自己所喜歡的是自己 自己所編織的形象 而不是真正的他 會不會太難啊 不會啊 對不起 我們現在好像很少人演這種聯繫區 OK Yes 對不起 還有兩分鐘 我們會用最後一個問題做我們的期末考 做我們的席題 然後你自己個人性的意義 個人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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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事實上我是不曉得 我是在念大事的時候 大事上黑期的時候 揚美高中的學生寫用信到我的大學來 說有沒有水因那邊來幫助我們 我去他們都是高一的學生 當我跟他們在一起等到一年裡面 我認為是我大學四年最快樂的時候 我在那邊找到一個意義 我一直是個問題的學生 我一直是個非常大問題的學生 我今天本來是要給你們一個是大陸的一個 非常流行的一個網站所提供的資料 他是用簡體字寫的 但是我今天沒有帶來 想到台灣大學有個教授 以前被學校開除過 後來被台灣大學選為第一屆最好的老師 上面的照片剛好跟我長得一模一樣 我今天本來 我本來今天帶來的 但是我因為我等一下需要去台會 所以我上次在無意間被inspire 被inspire 被inspiration 被企劃到了 然後我跟他們在一起 我覺得是我最快樂的學生 那我們下禮拜見 再把它封 닫進了 然後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